好吧 你这个美版的sr又全新的多少钱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亮 今天准备找两台sr又一台国航一台美版 首先拿一台国航全新的sr又国航的sr又 国航的这个三星sr一拿完了哈sr又12加56的现在现在过来找两台美版的sr又好吧 你这个美版的sr又全新的多少钱 我正常的一套都还走五千亿你要的话上五千吗五千啊 这种全新的吧 新的这种新的我都赚新的我都赚了 新的我都赚了 能不能少点让贵啊 我记得我之前之前拿比较便宜啊 铁子自己拿的那是顺量机小花的 这种新机摩托爱 这种转新机 其实是新机我们搭二手来出的啊 之前拿这种的是二手的 这个就保新你没有我亲密就是了是吧 成员的保理亲密的 小阳的 成员装的 你两台都拿到就算五千吗 我再拿到505的两台我们这些拿了呗 没什么机器 这两个很缺货 原装机少不了了少不了少不了 真少不了 行吗 这个就是单机呗 裸机 裸机是吧 对 你和盒跟配件 你自己配个圆的嘛 就可以了 下原材料的也不贵 行 那就来我拿着拿着吧 给你记个看就好了 记个说吧 拍一下就好了 好 这个美版的三星s2u 给他带一套充电器 然后呢 买了一个盒子配好了 国行呢 是这个256g的哈 价格呢 将近七千块 然后这个美版呢 是128的 不到5k吧 就算5k嘛 差了2000块钱 一个是这个双卡双带5g的 二五六 一个是当卡的三万5g的 差了2000块 你觉得哪个性价比高 好 今天视频就坐这里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关注 拜拜